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104比0 这就是F-15英式战斗机 1999年南兹拉夫发生了内战 战争刚开始 16架盟军飞机便飞往了塞尔维亚的领空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空军所使用的是F-15喷气战斗机 有很好的隐蔽性 攻击力也是致命性的 它有两台普惠公司的涡轮发动机 最高推力可达到近23吨 北约组成了一个小的飞行小队 刚进入就发现了一个不明飞机 飞行员打开了位于F-15长鼻子下的雷达 对方发送了一个加密的电子信号 F-15的雷达可以回馈给驾驶者 飞机的很多信息 如果对方是友军的话就会立刻给出回应 可最终对方却保持了沉默 请用两秒的时间 北约的飞行员就确定这是塞尔维亚军方的飞机 飞行员紧忙做出了应对发射的导弹 很快对面的这架美格29便被击落 联盟空军接连消灭了几十个军事目标 这次的成果是F-15是功臣 两个月之后这场战事得以解决 1967年美国同北约的战争进行了将近两年之久 这场战争美军地面上的军队遭到了攻打 空军也没有得到优势 这样的结果出乎众人的意料 在北约战争开始之初 美国训练了一支核心队伍 他们主要的训练目标是向大型的战斗机去发射导弹 可是在这场战争中 越南方使用的都是一些小型战机 在这场战争中 有成千上万的美国空军被捕或者牺牲 从这场战争中美国得到的经验 他们想要在军事上取胜 就必须要对抗苏联的米格战机 苏联的米格29战机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注意 这比越南击败美国的米格战机更加先进 当时它的推行速度已经超过了2马赫和接近于3马赫 美国必须要制造出一种占有绝对优势的空中战斗机 1968年 美国空军拿出了1540万美元用于新项目的研发 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出一架能够击败苏联的战斗机 最终 航空巨头迈克唐纳德德拉斯公司完成了这项挑战 他们只用了30个月就将第一架F-15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1972年7月 位于密苏里州圣卢伊斯的麦道工厂 美国空军推出了一架全新的战斗机 这是美军在近20年时间里第一次委托投产的战斗机 它和其他战斗机在外形上就有很大差别 流线的造型可以获取更高的速度 同时能够承受大过载的能力 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坐舱了 带给飞行员提供了360度的视野 只要能够看到各个角度的敌机 还可以通过坐舱向上看 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 控制周边的整片区域 驾驶员看不到的地方可以用雷达追踪 它使用的是AN APG-63雷达 可以识别出敌军战机 通过配备的超视距雷达完成攻击 当然飞行员也发现 这架飞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它的体型有些大 在近距离作战中 机型小才是优势 美国针对这一飞机 开始训练一批优秀的飞行员 第一批F-15飞行员在三年之后 开始正式去驾驭这架飞机 1975年 北达克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一名飞行员穿上了高空抗压力服 去测试这架新型飞机的极限 17秒后 飞机的速度超过音速 它几乎以垂直的方式爬升 仅用了三分钟 飞机就升到了29800多米 1979年 冷战蔓延到了中东 以色列向美国寻求帮助 这终于为F-15战斗机 提供了验证的机会 以色列买了25架美国的新型战机 当时 四架叙利亚米格战机 进入到了以色列的影空 发动袭击 正在巡逻的四架F-15战机 得到拦截米格的命令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锁定了目标 在大概40到50多公里的距离 得到了攻击许可 F-15的抬头显示器 可以帮助飞行员决定 什么时候开火 位于飞行员仪表盘底部的一块玻璃 飞行高度 速度 还有目标 这些信息都会呈现在飞行员的眼前 飞行员通过操作杆和节流法 控制所有的动作 F-15发射了一枚导弹 但没有打中米格 以每小时 1050公里的速度 向F-15冲来 F-15有很多的优势 它有多种武器 其中一种便是空对空导弹 这是一种超视距导弹 只要飞行员锁定的目标 导弹会在雷达的引导下去追杀目标 对于近距离的目标 F-15还有红外指导导弹 对于距离过近 小于导弹攻击范围的敌人 F-15还有强大的M611加特林机枪 它可以提供每分钟6000发的子弹 在维基时刻 以色列飞行员成功将对方的米格战机击落 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30秒 F-15在这场战争中 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1985年 美军在冷战中与苏联对峙了将近40年 双方在军事方面一直在进行较量 苏联频繁地发射卫星 对美军进行了非常精准的监视 美国认为 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威胁 他们也部署了可以击落卫星的任务 他们想要用F-15来进行尝试 要知道 卫星可是以时速270多公里运行着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皮尔三少将成为了被选中的驾驶者 同年9月 加利福尼亚州范德堡空军基地 皮尔森登上了F-15 飞机的轴线上载有一枚长5.5米 重2.5吨的导弹卫星 在距离地面105公里的高空处 正以每秒7公里的速度运行 F-15在升到9000米的高空时 皮尔森只有10秒的时间去发射导弹 精准地击中了目标 F-15征服了太空 距离它首次被推出近20年后 美国人还没有在战斗中使用过它的F-15 直到1990年 10万人的伊拉克部队入侵了科威特 当时有39个国家想要将科威特 从伊拉克的手里拯救出来 这次行动被称之为沙漠风暴行动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 八架F-15战斗机升空 他们的任务是为F-16护航 在这架飞机上载有两枚近一吨重的炸弹 炸弹将被运往阿尔塔卡多姆空域的武器库 伊拉克的空军拥有最新的米格29战机 在目标高息了约30公里的地方 美军收到了空中的紧急预警 15遭到了猛烈的地对空攻击 米格29战机开始向F-15靠近 两架飞机以每小时2000公里的相对速度 接近当时的F-15驾驶员 锁定目标并开火 击中了在米格的右翼根部 米格最终坠毁 美军在两三个晚上击落了34架飞机 伊拉克从此再也没有了空战 2007年F-15进行例行的训练任务 升空几分钟之后飞机就开始解体 它当时承受了约6级的过载 最开始是驾驶舱从其身上断掉 然后飞行员弹射了出去 这次事故是5年内飞机的第6次坠机 最终飞机失事管理局发现 连接驾驶舱和机身的两个主要支撑部件都失效了 虽然没有什么机型能够击落F-15 但是它却有自身的问题 那就是衰老 现在有670架F-15仍在服役 美军检修完之后有300架飞机被禁飞 F-15被称为世界上最坚固的飞机 它的高标准也铺就了自身的死亡之路 1997年 乔治亚州马利埃塔 空军又推出了最新武器 F-22猛禽 它延续了F-15的传统保持空中优势 但在技术上却更上一层楼 推出了驾驶舱的集成显示系统 还能携带更多的机内燃料 比起F-15有更高的操纵性和敏捷性 还有难以被检测到的隐身技术 每一架的造价都高达4.12亿美元 这可是F-15造价的十多倍 现在世界上总共有1200多架F-15在服役 它已经取得了104次空战胜利 或击落敌机的成绩 它从未战败过 本期关于美国F-15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